少女时代成员杰西卡上月底精传被迫退团 从此不再跟随团体活动 引起娱乐圈一片震惊 10月16日杰西卡来到上海 这是她因发展个人事业 与少女时代散火退团风波后的首次露面 而杰西卡此番为百货公司一周年开业活动站台 其实就是为了宣传个人自创品牌进驻商场 配合的亲自到场宣传 此中粉丝们也早早来到现场支持演员 最后很高兴bor之地 在联系中正常在戈点栏目标志 谢谢大家来帮我 在飾品业中心 而 我 我 没有 我没有 在飾品业中心 所以 我对我的鼓务 有很多的工作 所以 就在那里 Jesica 16日造访上海 而就在18日 就要举行SM Town家族演唱会 这巧合主要是巧合 Jesica 表示自己还是对于演艺事业充满了热情 对于自己的自创品牌也是偶心力血 Lane Crawford 是一个很棒的伙伴 我非常感恩 在他们工作 我也是在未来工作 你可不可以说 Hello to Shanghai audience 谢谢你今天来到这里 Shanghai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我享受我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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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BORAH MING PAO BORAH GYES I JINI